石炸海冰场是网红冰场 周边有烟袋斜街 鼓楼 南锣鼓巷这样的一众景点加持 万宁桥旁边的火神庙也开放了 没想到烧香的人还挺多 其实石炸海冰场历史悠久 地处城市中心地带 湖面原本就是交通要道 冬季在明清也是拉人拉物的重要通道 到了民国在冰上放风筝 踢冰球也很多 随着现代冰刀和冰球的引入 民国时期划冰的人越来越多 后来北京城划冰出名的 其实是北海冰场 为什么出名 以后讲北海冰场的时候再和您说 如今的石炸海冰场 依照前海后海分成了两个独立的区域 从地图上能够看出来 后海的区域更大些 算是北京市内冰面相对较大的冰场之一 而且也没有被分割成一个一个不同的区域 基本上可以自由的滑行 像颐和园冰场确实很大 但是被分成了各个区域 石炸海的前海冰场 交通方便地铁公交 都在附近 另外背景是鼓楼 拍照会更好看一些 周边的餐馆小吃一堆也很方便 就是价格贵了点 冰场内也有卖吃的 那价格就是更贵了 在前海的好梦江南码头这里的胡同进去 有个冰刀王 看样子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需要磨冰刀的供您参考 注意只有在后海五号口 您才能带自己的冰刀进场 石炸海冰场的价格是每人100 所有人包括1.2米小的儿童 价格都是一样的 白天和夜场价格也一样 开放时间是早9点钟开始 后海是晚6点钟关闭 前海是因为有夜场到晚上9点关闭 门票您在门口直接扫码就能买 用的是同某的平台 冰场内无动力设备是不限时随便玩 但是缺点设备很多都跑用了 周末人多您晚来了肯定没车 电动的车是100块钱20分钟 前海冰场东西各有一个冰场的入口 出口有三个注意出口和入口不在一起 后海南北一共有四个出入口 出入都是在一起的 门口都有存储棍 一天10元 冰场里是没有卫生间的 您只能去附近胡同里有卫生间 但是较远 去前海的冰场推荐您从东侧入口进 在第二门商场的后面 地铁八二线古楼站 A二口出 旁边的公交车也很多 左拐进万年胡同 出去就是冰场 自驾车您就导航万年胡同立体停车场 每小时10元 也是停在这个胡同里 如果您是去后海的冰场 您就从古楼地铁走万年胡同 走迎镜桥 走前海北沿 距离三号出入口最近 更近的公交车是乘坐五路 13五路 在果子市站下 下车以后您走后海家道 出来左拐就是冰场的四号出入口 如果您觉得我的攻略对您有所帮助 请支持一下看看我的橱窗 请不是与设定 on